今天这个消息可谓是振奋人心呢 我们心仪已久的豪华SUV雷克萨斯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降价 要知道在之前它可都是加价才能够提到限车 不得不感叹新的样的崛起让雷克萨斯沦为了价格屠夫 今天介绍这款雷克萨斯NX从之前的32万现在一直跌至24万 还考虑什么宝马X3 奥迪Q5呢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观光方面采用了仿锤式的中网 连接着两侧系列的大灯 让整个视图看上去非常大气 稳步观针灯式的设计是跟上了时代潮流 往然变质度非常的高 再加上车身侧面变换了曲面 让整个车身显得非常饱满 18层的大轮毂也是比较别致 让整个看上去非常上档次 毫不夸张说雷克萨斯的外观设计非常成功 相比上一代更加的优雅运动 具有视觉张力 看哪里都是不会掉面子 价格方面也是比较合理 从之前最高售价32万 现在一直跌至24万 但可是豪华中型SUV啊 现在价格方面居然跌到了和图观一个地步 如果你想花小钱办大事 那么这款车绝对是你的首选 动力层面搭达了2.5升发动机 配备8IT和1CVT变得香 马力能够达203和1829 秒距能够达200 功率能够达149和179 无论你是考虑燃油版本 而且考虑油电符合版本 强劲的动力都能够让人体验到出色的驾驶乐趣 而且变得像调教的非常棒 弯弹感觉不到顿挫 弯弹也是没有任何虚伪 底盘方面还采用了强氦曼弗性和兑兰感度的显价 调教的也是比较厚重 形式质感可以说非常的高级 大公里一号更是能够低至5.1升 要算下来一公里才四 大家算下见这是四年十万公里的质保 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在空间方面依然是那么宽敞 车达到了4.660 宽度达到1.865 高度达到了1.660 高度达到2.7 虽然数据一般 但是车内的空间却比较宽敞 最近前排和坐进后排 都是能够轻松翘起二双腿 即便是满足一家五口人的正常乘坐 依然是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坐上去也是非常舒服 驾驶位更是有电动机翼和妖物之声 长时间行驶也不会让你觉得累得慌 后面上还有电动开关 取拿一车非常优雅 再加上内饰方面更是非常上档次 做工精良 品质出色 就质感营造方面完全不输百万级的豪华SUV 再加上9.8安寸中共屏 运营识别控制系统 车带蓝牙 手机互联 车联网OTA升级 轻轻松翌晶仪表 L2级别增驾驶 全速自行巡航 卫星导航 车道居住保持 道路交通识别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强调破装背景 气候气囊 它显示 这都是能够为你行车出行中提供便捷与安全 现在这款车价格方面不仅进行让步 同时在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均衡 买不起宝马X5 还想入手一款豪华SUV 那么雷克萨4NX会让你领略到它的魅力所在 对此你会心动吗 好了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